今天要拍拖 真的沒想到 有人來給我們送碟 我都快哭了呢 我的天啊 沒有 我也故意戴眼鏡啦 哭 你們看不出來我在哭 因為我們要離開高雄 下一次回來可能 不確定什麼時候 對啊 所以也很感謝就是 跟我們相處兩年的教練們 希望我們這趟旅程 不要讓大家失望好不好 我們其實兼備著很多人的 安排夢想 我相信很多人其實 很想要做我們這樣的事情 但可能有限於他們工作上 或者是有祈巧嗎 還是要照顧的 希望我們真的 可以幫你們做到 你們想要做的事情 好感 加油 一 二 好 今天是我們日本航海探險的第二集 第一站會先到花蓮港 沒錯 雖然這段航程是還是在國內 但是它應該是最刺激的意思 對 其實比出國還刺激 因為我們會經過很多 比較浪比較大的地方 還會搭到黑潮 所以台湾島還是有很多 可以值得冒險的地方 這趟旅程 莫名的來一個特別來賓 一個老船長 郭榮哥 老船長 35歲 喔 有沒有 35歲 以前有老婆小孩了 對 老婆小孩 但是還是有一股熱血的 OK 各位 我們出港了 沒錯 晚上10點15分 這次離開高雄港 一路往南 往墾丁的軟筆出發 我們會經過俗稱的搖滾區 就是在我們RMV附近這邊 過這邊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搭上黑潮的順流 一直往花蓮前進 12點10分 我們經過小琉球外面 小琉球外面還蠻多漁船在釣流 所以現在要閃穿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前方看到那個 那是什麼 貓鼻孔嗎 其實前面已經看到墾丁的燈光了 我們好像真的進去搖滾區了 然後我們進入巴士海峽 然後這邊的浪 已經是 讓我們人會飛起來 我們現在不太能走動 在航海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穿到足夠的裝備的話 我看你應該會濕到不行 我們沒有下雨 但是全身都是濕的 我們在這裡碰到了 超大的地方 大概有兩道河 然後我們在 太平洋 中華冰寬海軍 中華冰寬海軍 這一次的遊覽者 我們已經收到你們兩點會有實彈射擊 那我們會保持這個航速不便 應該不會亂射吧 對 亂射就好了 上面保持16 他這個保持6 運氣會不會太好 大風大浪就算了 現在又有飛站要射過來 好 流浪者第一次到太平洋 水很藍 我們看到陸地了 看到綠島 飛到最新車 這一次修船 不要亂講 你們部落的傳統 到哪都要跳 好 太平洋跳海 yé 超爽的 利...利亞是不是踢到 還好沒破 舒服嗎 有冷的 拆 來 對面就是綠澡 你們身體好清楚喔 根本就是魚 這就是長行野人生活 跳海洗澡 現在是 第二天的下午五點半 半個小時就要下班 然後玉秀再準備 晚餐 炒高麗菜配 義大利肉醬麵 目前距離花蓮港還有 六十幾海里 然後因為我們搭上黑草 所以 傳宿邊的草塊 從六節變成九節 所以我們到花蓮時間會提早 黑草又稱日本暖油 是一股從菲律賓巷上經過台灣東部 接著進入日本的溫暖洋流 溫暖的黑草 讓高緯都冰冷的大海變成適合生命生存 還有黑草的流速非常快 也被稱作海上高速公路 提供了回流性魚類向北方前進的快速路徑 此次流浪者實測 黑草幫我們增加了大約兩到三節的傳速 這是帆船浪哲 帆船浪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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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船浪 帆船浪 準備進港 進港 進港 耶 Yay 開了三十個小時 因為我們想像中的還快 然後 現在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就覺得很想吃東西 因為我出發這趟沒啥吃東西 但蠻好的 我都沒有暈 也沒吐 吐了幾次 我吐了無事吐 哈哈哈哈 無事吐 無事吐了 叔叔應該吐了超過十次 超過 因為光我有看到的應該就超過六四 我也看過超過 對 所以叔叔還敢去日本嗎 欸 我在想想 在想想 哈哈哈哈 吃飯囉 吃飯囉 Yay 半月十三點 對 三點四萬 超爽 認真 到馬上來剪片 對 我們朋友之後 兩天的早晨 對 花蓮港休息不及日 花蓮港原本是一塊海岸沼澤 適合地 金人工挖掘開發目前是台灣國際四大商港之一 最著名的特色是港外有很長的一塊防波堤 能有效抵擋一定程度外來的風浪 限油碼頭25座 港內設施算是非常完備 運輸的貨物主要為 砂石、水泥、電鋼、礦石等 對於這趟的航程 有沒有在哪一段 令你最印象深刻 激浪區那一段吧 以前睡覺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很晃了啦 而且睡到會想起來吐 可是這一次就有做好心理準備 還有我的partner 有沒有 一路相挺 對 真的 不離不棄 叫到差點牽手啊 沒有已經牽了 已經牽了 沒有我們 就這樣 我沒有 不自覺就拍成雞病 就是也是覺得那一段就是所謂的貓鼻頭到敦鼻 就是南部腳腳的那兩段點 傳衝兩、三米的浪 然後頭炸下去 那個畫面我是真的 心裡有點害怕 但是好啦 我們還是度過了 這個 第一次越級打怪 就越那麼多級 很害怕 吐得很厲害 我已經棄手了 我連值班都沒值 30個小時都抱在 肚子上面 日本旅程會看到你 應該不會晚點就打包行李走了 嗯... 猶豫了 好 我看到他的臉跟以前 有出現了我從未看過的表情 就是自己經歷過好像也還好 真的還好嗎 沒有閃一點尿 一點害怕的感覺都沒有 是有一點點的情況 就是還在控制之內 沒有說引擎又怎麼樣又掛了 就那種狀況可能就會開始緊張 但是其實 就是這樣嘛 反正不會翻成就好了 OK 歡迎喜歡我們拍攝內容的朋友們呢 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不好 謝謝 不喜歡的也要按讚訂閱加分 還是你其實現在一心想把我們說到什麼 對啊怎麼辦 沒有 好的喜歡我們影片內容的朋友們 歡迎訂閱按讚加分享 不喜歡的也要 記得按小叮噹 耶